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净土念佛法门它的特色 它是一个他里门果地教 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一个本尊相应法 所以既然是一个本尊所加倍的法门 所以在整个修学的目标 就是达到感应道教 因为你没有感应道教 你就不能启动佛陀对你的加倍 但这个感应道教值得我们说明的就是说 净土的感应道教跟外道的感应道教 是有所不同的 外道的感应道教是心外求法 你看那个外道他们那个感应神通 你一听就是到向外攀岩的 好像你自己都不要做准备了 完全外在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来主导你 他要你活你就活 他要你往生你就往生 佛教没有这种思考 那你这样讲的不是心外求法吗 离开一念心 有一个真实的法来主导你吗 标准的外道 道在心中之外 净土中的感应道教是怎么回事呢 正如华恩经说的 菩萨清凉业 常有必经口 众生心构敬 菩萨引现中 你的心准备好了 佛陀就显现在你的心中 你有一分的准备 佛陀显现一分的力量 你有三分的准备 他给你三分的加持 你有十分的准备 他给你全部的加持 这才合乎佛教的延起论 就是一切为心照 所以我们说净土人 不要修到最后像外道一样 老是心外求法 弄到自己 邪知邪见 结果一事无成 方法错误 所以整个净土中 你不要管是十万一佛土 二十万一佛土 跟你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的 那个明了的心中 你把资粮准备好了没有 关键在这里 跟佛陀那个多远都没有关系 那么在本经当中提到的 我们要准备的资粮有两个 一个是义佛 一个是练佛 若众生心 义佛练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这个见就是感应 那么这个义佛 主要的一种智慧门 一种内心的关照 练佛是一个禅定门 心中的专注 这两个缺一不可 就像一个眼睛跟脚一样 那么在关照当中 净土中的人 你要成就两种的关照 第一个关照佛号的功德 以起信息 我不知道各位把佛号提起来的时候 你对佛号了解多少 你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关照佛号的功德 所有的信心 主要知道信心是什么生起 信心来自于智慧 才能够断移生性 不是说我有信心 所以什么叫迷信 什么叫真信 你什么都不懂 什么叫迷信 迷信的力量是薄弱的 因为你一根未拔嘛 我不相信你对一个陌生的东西 你会通声靠道 我不相信 我们不可能相信 我们对一个很陌生的东西 对他一无所知 你会把三星世界完全交给他 不合常理 所以一个人能够在临终的时候 把佛号献钱的时候 能够真实的把三星世界交给佛号 那一定是要真实的关照佛号的功德 圣见 才能够断移生性 启发我们真实的信心 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的名号 一定可以救保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观照净土的庄严 以花愿力 前面的信心是启动 他力门 这个以下的愿力 就是启动果地教 信心是比较容易建立的 其实愿力是相对比较困难 有些人他对佛号有信心 但是他对往生净土 他不一定有这个愿力 所以他在练佛的时候 只启动了他力 他力门并没有启动果地教 所以一个正确的人 他应该要信心 愿力都要记住 那么以这样的心态 你才有资格来练佛 那么练佛人 当然他的所观尽有 观想观像慈民 但是慈民最为稳当 下手意成就高 那么这个佛号怎么练呢 英光大师说 一进弥陀 练诵听 十继成辩三三四 净土中 他是以阴身来设心的 说我一心归灭 其他世界阿弥陀佛 那么谁代表阿弥陀佛呢 就是阴身 他是一个阴身佛师 所以这个佛号 你要透过三个次第 第一个念 心念 念从心起 从你皈依的心生起 这个时候没有声音 那么生从火出 那么经过你嘴巴的震动 要创造一个阴身 当所关键 第三个再把它听回去 所以 念佛法门 他的整个色心的方便 就是听你自己的阴身 你看打佛七 很多人不出声的 其实这个对你非常不吉祥 你的所关键是阴身 你自己不创造阴身 那你要跟着谁走 打佛七是跟着你的声音走 你不能跟着妄想走 所以你必须把你的所言尽 要清楚地献出来 我们这个明了的心 进度中是有象形 你前面要有个东西来带你 你说你信心记足 业力也记足 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下一段什么 创造佛号 创造佛号 然后跟随佛号 心理佛号专一安住 心理佛号相续安住 你不创造声音 你的所言尽变成第六意识的法尘 练法尘跟练音声有什么差别 法尘的所言尽 你看能源经讲到的 是非常暗顿 非常模糊的 你用心肌意念你的法尘 你耗损的精神体力 是听音声的好几倍 就是非常辛苦 入道多辛苦 所以念佛人 你最基本的条件 你声嘴巴一定要震动 即便你轻微的震动都可以 有金刚词 声音在层齿之间 你嘴巴是要有微微的震动 它就是一个声响 你完全嘴巴不动 那就变成法尘了 那就糟糕了 你很难撞出佛号了 见读佛我们是你要跟着你的音声走 创造一个音声 然后再听回去 再创造一个音声 再听回去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所以你一定要听你的音声 第二个是实际成变三三四 那么英宽那是说 我们把实际佛号当作一个循环 那么吸一口气练三声 吸一口气练三声 最后再练四声 形成一个节奏 妄想不容易插进来 这个就是 一个是专注力 一个是相续力 那么进主中的修学次第 要注意 以观照力来引导专注力 古德常讲一句话 一记佛号信愿记住 很多人嘴巴念佛 但是你不一定是修进度法 你看我在竹山 我遇到一个一贯道的居士 他也很喜欢念佛 我说那你为什么喜欢念佛 他说师父你不知道 我做生意很辛苦 我事情忙完以后很累的 但是我在佛堂里面念佛 念佛觉得精神很好 帮助我设心 充电 我说那你相信 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 像是进度庄园殊胜吗 他说他完全不相信 你说他会往生吗 我会往生吗 因为佛头不能主动 这个人他多少应该有启动他力 因为毕竟名号是万德庄园 但是我相信他信心是薄弱的 所以 进度法门最可怕的是疑痴 因为你不知道佛的功德 你就产生怀疑 你就假设佛头不能救把你 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做三心两意 糟糕了 问题在你自己 问题不在佛头 因为你了解不深 信不深 行就不切 你念佛的力量 就受到障碍 阿弥陀佛要救把你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那个明了的心 你真正的把自己的万言放下 真正的通身 达到通身靠岛 这个是念佛的标准 一心归命通身告走 这八个字 是进度念佛法门的最高指导言者 把你一个明了的心 全部交给阿弥陀佛的圣号 但这个是不容易的 你要把你一根拔掉 你一定要经过学习 透过观照 好 我们来看看 那么我们怎么去观照明后的功德 我们把弥陀四十八言当中 有关明后的功德 我们简单的提出五点 第一个 念佛法门的第一个特点 消除灾障 因为阿弥陀佛本身是无量的光明 这个光明的加持 能够消除我们的灾障 其实很多念佛人 虽然没有明显的感应 但是你命名当中 很多的灾障 阿弥陀佛的名号 已经把你消灭掉了 我在几年前 我到一个基士团体去供修 有一个男重基士 差不多五十出头 他拿身份证给我看 他以前的身份证 他说师父啊 你看我以前是长这个样子 我一看 哎呦好像道上的兄弟 而且你现在怎么长这么慈祥 他说我就是念佛 拜佛念佛 真的那个相貌完全不同 相由心生 以前就是一个业障相 苦恼相 现在的那个相中 慈悲庄严 因为你经常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诸佛如来 是法戒身 若一切众生 心想中阿弥陀佛的广大功德 你一旦去意念它 马上就进入到你的身心世界 帮你消除灾障 光明的射手 这是第一点 这个是燕灭二 这有个身上增长福德 在四十八院当中的第四十三院 闻明得福 在阿弥陀佛的愿力当中 其中有一个愿说 你能够意念弥陀的圣号 即便你临终的时候出一点差错 没有往生 你来生也是生于尊贵之家 不过生长在卑贱之家 受人尊重 因为有名号功德的加倍 来生生在尊贵之家 增长你的福德力 第三个 善根坚固 文明不退 那么即便你没有求往生的心情 你意念阿弥陀佛 也能够在你在修菩提心的时候 能够成就不退转 遇到障碍的时候 你总是觉得 明明当中有一种力量来指使你 来帮你破除障碍 神秘的菩提的善根更加的坚固 那么那个力量来指使谁呢 弥陀本院的射手 善根坚固 那么这三个都是噎着 他力门没有往生的平时的情况 那么这以下的两个就是耶灵中了 其实我们念佛主要是 后面那个第十八跟第十九院 十八院我们叫做始念必生 就是始念必生院 十九院我们叫临终结影 在偶尔大师呢 他把十八院把它判作专修 那么把十九院判作严修 这三业专修 我们解释一下 专修法门他主要射受的是种下根人 那么他的修行的重点有三个 就是第一个 四心信药 第二个 欲生我国 第三个 乃至十念 这个乃至十念是临终的十念 那善导大师在解释这个三支粮 四心信药 欲生我国乃至十念的时候 善导大师是偏重在至心信药 他是以信心来射受愿意跟行使 他是以信为根本 那么在善导大师的开释当中呢 他说这个十八院要怎么修呢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你要决定生信 自身现世 罪恶生死凡夫 晃节以来 常末常流转 无有出力的因言 这个关键他就说啊 一个人能够自信信药的基本条件啊 要相信你是罪恶生死凡夫 我在新加坡打佛气的时候 很多技师跟我讲说 师父啊糟糕 我怎么佛号念不起来 我佛号抓不住 念一念就丢掉 念一念就丢掉 好像抓不住佛号 我说你相信你是罪恶生死凡夫吗 他说哦 要这样的思考吗 我们一念心啊 有善业有恶业 当然我们一般学佛人善业会比较强 我们有不失 直接忍度的善业 但是主要知道啊 我们在修净土中的人啊 你要思为你的善业还是思为恶业 啊 思为善业啊 思为善业你越思为越有信心啊 越有信心你就不想皈依了 说我为什么要皈依我 阿弥陀为什么不皈依我呢 你一定要相信你是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必须被救拔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最 净土中那个谦卑 你为什么能够愿意很谦卑的皈依在弥陀的光明之下 这一点认识是很重要 你要相信你是壮恶生死 仿佛你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出去 这个修规意的根本思想第一个 我们造了很多善业那是表面一层薄墨 其实我们无量无边的罪业都在里面睡觉 所以我们的思考要深沉一点 不要看今生而已啊 那个无量的生死 是如回所造的罪业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我自己 是一个苦恼的最后众生 我从现在开始 即使我都不睡觉 也不吃饭 每天的修行 我还是没办法离开三界 就是你自己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你必须被救拔 好 那谁能够救拔我呢 这怎么办呢 第二个 生性比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射受众生 无虞无虑 秤比愿意定得往生 关键在这四个字 无虞无虑 我们一个人平常没有练佛的时候 心中很多的苦恼 很多的恐惧 这个正常 但是如果你把佛后提起来的时候 你还是产生恐惧还是感觉不安 表示你没有真正的故意阿弥陀佛 你还在打妄想 以善导大师的标准 一个人把佛后提起来的时候 你即便心中有妄想 也不能随妄想而转 叫做顺从本愿 什么叫做怀疑 什么叫忧虑吗 善导大师说 第一个 你相信你业障深重 你认为你业障深重不能往生 这个人没有顺从本愿 你顺从你的妄想 第二个 你认为你福报不足 不能往生 顺从妄想 所以一个人把佛后提起来的时候 他心中没有任何念头 完全把身心世界一心归命通身靠道 这个叫做顺从本愿 这个是跟我们修理观有点像 把自己的身心世界空掉 然后那个迷鸟的心 完全的靠在一句佛后上 这叫一心归命通身靠道 所以他这个整个第十八页的修学 就来自于 为什么他你看 主要知道 进土中的人对佛号的要求不高 你看乃至实念 这个我们不一定解释成实念 有人说解释乃至一念 不管一念实念总而言之数目不多 进土中对佛号的数目的要求是不高的 但是对你的信心跟业力 是百分之百的要求 九十九都不行 那个皈依的心不能有任何差错 所以每一个宗派都有他的传承 进土中是很强调信念的 你往生以伙是信念之有无 品位高下在池名之潜身 所以说信念的栽培在哪里 第一个你相信你是最后凡夫 你自己没有处理的力量 第二个你相信阿弥陀佛 一定可以救把你 然后你行归命通身靠道 临终的时候 以你强大的信心 启动佛夺的 他你们国地教 然后感应道教往生 这是第十八页的特点 以强大的信心成就 那么第十九页呢 他的特点跟这个不太一样了 我们解释一下 第十九页整个是 偶尔大师判作 严修六度 他是属于偏重上根之人 那么他的特点是什么 他是花菩提心 修诸功德 自心花业一生我果 这个第十九页 他的修行跟第十八页的不同 来自于两个特点 第一个 他的内心的胸量是广大的 花菩提心吗 第十八页 他的心中所言尽偏重在 言自身的生死的痛苦 而出离 需求救把 而产生皈依 偏重在言自身的身心世界 那么这个第十九页 他言的是无上的佛道 跟法界的众生 为菩提套而求生俊徒 所以说这个第十九页 他的特点之一是花菩提心的 信仰是开阔的 第二个 第十九页的福慧两种资粮 是广大的 广修福德智慧两种资粮 那么这个第十九页的人 花了菩提心 修诸功德 为什么最后是求生祝的 因为他自心花业一生我果 那么这个第十九页的菩萨是怎么样 因为他考虑到整个 在末法时代的修学 捉诸障碍 所谓的五卓二世 那么这个 包括这个魔强法洛 所以他考虑到整个生命的退转 所以为菩提套而求生俊徒 所以第十九页篇重在花月 他的思考是 以净土的思考来得多了 就是必须会读来得多了 这个菩萨道的最大的障碍 我们如果走蓝行道 我们发觉 对我们最大的障碍 就是这个死亡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分段生死 因为分段生死 让我们整个生命的善根 不能一加一等于二 他不能把我们生命的善根累积起来 你看诸位 你们今天能够放下世间的 成劳来这个地方听闻佛法 应该都是多善根多福德 不是今生才修学 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多生多吉的流转 现在还是这副德性 因为我们的善根不能累积吗 所以偶尔大师讲得很清楚 货业求断油胚气 金矣则化进前功 你看偶尔大师都有这种感叹的 偶尔大师的修行力量多大 他说我这个修行叫断烦恼 就像这个泥土把它捏成胚气 胚气就是那个陶瓷 把它捏好了还没有烧 那么下一场雨 糟糕了又变成泥土 我们趁着过去的善根来到今生投胎 二三十年糊里糊涂 不报大的人很快乐 业障重的人很苦恼 不管苦恼快乐都是醉生梦死 突然间醒过来 哇 知道佛法要修学 三十几岁 一起修到五十几岁 经验最好 烦恼也淡薄 善根也强 但是夕阳无限 可惜一净黄昏 你看一个人修行最得力 就是这五六十岁的时候 但是死掉 死掉以后来生再来 再来一次 也是一样 隔音之谜 糊里糊涂的过了二三十岁 醒过来的时候 又三十几岁了 又开始用功用功 用到嘴又死掉了 这个分断生死是很严重的问题 把我们的善根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不能把它串起来 所以有一个大师说 整个成佛之道 困难最严重的是 三界分断生死最快 最严重 他说你三界分断生死 跳出去 后面的变异生死 乱不了 后面就很好走 其实成佛之道最难走 是我们这一块 就是从凡夫位到 这个分断生死这一块 我当时讲出一个批语 说这个船要离开大地 前面那个地方 地心引力不断地吸你 你很用力才能够跑出去 等到你离开的 地心引力的时候 那个船是任意你的前进了 你就在船上睡觉 它也前进了 法生菩萨修行 没有像我们这么辛苦 所以偶一大师说 在货业求断 如沛气的情况之下 从此专修 练佛恨 决意 决意今生出烦恼 你看 偶一大师的思考 就道尽地修十九印的心态 我们要很务实地面对生命 不是一种 我觉得我们修菩萨道 不要意气用事 你要去思考 我来生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你这两种选择 你不可能到涅槃 你要么在说佛世界 你要么在极乐世界 你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多诸障碍 一个是五成说法 这个地方你要早做准备 所以我们往生的愿意 那个方向你要早点决定 就像那个树 你要不断地往西方的方向去走 那个树自然就往西方倒下去 所以在净土宗当中 我们的修学有两个思考 第一个是十八愿的 以信心来感应佛陀的往生 那么十九愿以这个愿力 为菩提道求生净土的愿力 好 那么这个是讲到名号的功德 那么当我们一个正确的 义佛念佛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后面的三十八愿 如染香人身有香气 此者明月香光庄严 所以我们一个人本身的色身没有香气吗 但是我们经常到大殿跟香接触 我们时间久了身上就有香气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明了的心 本来充满了烦恼症业障暴障 但是我们经常把佛号 这个香 充满香气 充满光明的佛号 在我们的身口意不断地映转 义佛念佛 那么这个万德鸿鸣 在心中一映转的时候 如染香人身有香气 我们可以能够怎么样 转他成事 净土宗的功德是这样成就的 我们是把佛陀的功德 透过我们的意念 转成自己的功德 你看这个净土生前度讲一个公案 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唐朝有一个叫张宗慧的 他一生是杀鸡为业 明明中的时候 他见到一个红衣之人 带了一群鸡 跑到他的面前 那个鸡就飞起来 去啄他的眼睛 这个时候他非常痛苦的哀叫 他的夫人就请了一个沙门 叫洪道法师 洪道法师就告诉他要唱回 那么告诉他 修行念佛法门的书圣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张宗慧基士 当下就很自诚恳见地提起佛号 那么香气生念 结果后来就闻到香气 而且他自己也说 勤机化气而安然地往生 建土中往生的人 经常会闻到香气 会容易看到光明 这个两个事很特别 就是弥陀本宴功德的显现 你看这个张宗慧 他有什么资量 他是一个造恶环夫 但是他的心跟佛号一接触的时候 持者明月相光庄严 我讲实在话 建土法门他不怕你烦恼重 他也不怕你业障重 但是你的信念不记住 那就完了 不过要注意一点 待业往生不能带现行 只能够带种子 就是你灵命中的时候 环导不能起现行 你的所有的烦恼 在临终的时候 必须在种子位 也就是说 你灵命中的人的基本诉求 我们不求断反倒 但是基本要求是 正面分明 我讲实在话 没有一个人是在颠倒的心中往生的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一定是众生心构静 然后才可以浮沙引现中 所以建土法门 你不一定要断反倒 但是你一定有相当程度的 挑夫反倒的力量 这点要注意的 这个感应道教是双方面的 我们看更事的宿吉自利利他 那么这个道士之菩萨 把整个净土中的 因地的感应道教的修学方法 跟果地的 所谓的相关庄严的风德 解释过以后 讲到他自己是怎么做的 前面讲法门 这一下讲他自己人 他个人的修学经验 我们看经文 好的 那么这一下是 大士之菩萨讲到 他自己的个人的修学经验 这地方有两段 第一个先说明他的势力功德 我本因地 就是什么叫因地 就是在凡夫位的时候 我在凡夫位的时候是怎么修行呢 以恋 恋佛心而悟无身法忍 我们从经文 我们看不出来 到底大士之菩萨是在 输婆世界 成就无身法忍 还是在净土 成就无身法忍 我们看不出来 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有恋佛 再看下一段 那么从立他来说 经以此界 就是这个说佛世界 五着二世的 人寿到了两万岁以下 这个世界就进入五着二世 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在五着二世世线 那么在这个五着二世 魔强法洛之下 我是射受恋佛人 归于净土 你看大士之菩萨 他讲到自立的时候 没有强调净土 只讲到恋佛 但是他来到这个说佛世界 五着二世 他开始强调 射恋佛人 归于净土 告诉大家 说佛世界不能带下去了 那么关于这一点 我们看副表第十 那么本经到这个时候 正式的提出了 往生净土的思想 就是射恋佛人归于净土 那么我们在恋佛人的 两大准备力量 第一个意念名号的功德 以及信心 第二个是意念净土的 庄严以发愿力 那我们怎么去意念 我们来生的 往生的处所及的世界呢 在经典当中 是分成两个重点 第一个安乐的功德 第二个泄脱的功德 首先我们要对净土的意念 第一个是远离恶道 我们在说佛世界 打滚啊 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很容易堕恶道 即便你今生没有造恶业 但是我们全身造了很多的罪业 那灵命中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恶阴眼的事迹 把这个烦恶业力一起启动起来 就到三号道去了 三号道出来以后有什么问题啊 多诛疑痴 这个人刚讲道理他听不懂 糟糕了 善根产生障碍 你看你今生 写那么多教理 你能够对身心世界 对宇宙万法产生很清楚的 极空极小极重的关照 但是你到三号道去啊 你现在那个善根啊 全部进入睡眠状态 没法起现行 这个就是所谓的爆炸 八难之一嘛 所以在苏博世界 你如果一定要在苏博世界 行菩萨道 你要注意三号道的问题啊 你要保证你不要到三号道去 你一到三号道去你就糟糕了 你看你们两个是同学啊 你一到三号道出去啊 你回来 你跟你同学就差很多了 那你就差人家一大截了 从头开始跑起啊 但是你往上到极乐世界 就表证你从现在开始到成佛的过程 你没有那么大的一种战道的力量 就是眼离二道 这是第一个保证 离苦 我们在这以下四个是得乐 无有众苦但受诸乐 第一个是眼离二道的苦跟障碍 第二个国土庄严 极乐世界的庄严很多 我们从阿弥陀经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消息 第一个它的深处庄严 你到极乐世界 第一个是在一个瘦身的出所 七宝池 八宫德水 莲花 三个地方 七宝所做的池 终究有很多无量无边功德的水 水当中有莲花 这个是第一个深处庄严 第二个住处庄严 就是宫殿楼阁 所住的宫殿楼阁啊 都是七宝所成 第三个环境的庄严 七重南行 七重楼网 七重杭树 皆是四宝周遭围绕 这个宝树的庄严 所以从极乐世界我们在观察呢 有三个主要的结构 第一个深处 住处 第三个是外在的环境 从结构上来说 第二个从它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啊 极乐世界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充满的光明 极乐世界没有晚上的事情 它每一个宝物是放光的 第二个极乐世界充满了香气 它那个宝物是会放香气的 沾潭香气 第三个极乐世界是充满的荫叶 常作天业 所以极乐世界是充满光明的世界 充满香气的世界 也充满荫叶的世界 它依止这个光明香气荫叶 来演说妙法 这个就是它的衣报的环境的庄严 这一下我们看到 这一下三点是业的震报的身心世界 第三个衣食自然 我们一般人要为衣食忙碌嘛 你为什么工作半个小时呢 其实你不是真正想工作 你是为了要犯起衣食 所以就浪费很多时间 那么极乐世界的衣食是 失食得食 失衣得衣啊 减少很多的身心的疲累 第四个身心安乐 我们在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 它的那个色身是怎么回事啊 是一个清虚之身 是无极之体 一身没有病痛 而且它那个四大 那个地水佛通啊 特别的精妙 会产生创造很多很多的快乐的感受给你 犹如阿罗汉的露净通的快乐 露净的快乐 就是那个灭净定 那个安乐 第五个寿命久远 这个最重要了 所有的福报 要以寿命做基础 这是我们常说的存在主义者 你看这个 你看我们这讲得很漂亮 很庄严啊 灯光也很好 环境也很不错 但是所有的功德 这么多功德 有一个条件它必须存在 不存在 所有都没有 那么极乐世界给我们的寿命 就是我们今天很努力的积极吃粮 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么阿弥陀佛给我们这个果报题 是多久的寿命呢 是比佛寿命及其人民 无量无边阿僧集结 我们一般成佛三大阿僧集结 所以你在怎么懈怠 就足够你用了 这个果报题足够你用了 所以古人说 这个极乐世界的修学 叫做一劳永逸 拼个金身 永做贤汉 你拼一次 你后面就全部 就成功 一成功一切成功了 你看到天上去不是啊 你很辛苦到天上去 没多久掉下 你还在拼一次再上去 再掉下来 极乐世界不是 你往生 在你的成佛之道当中啊 你就永远不退转 寿命久远 所以我们要思考啊 我们在朔博世界 有三二道的危机 环境的干扰 医生的忙碌 身心世界的苦恼 寿命的短暂 死亡的干扰 而你到其他世界 远离二道 国土庄严 医生自然 身心安乐 寿命久远 你应该用智慧来判断判断 你该怎么做 所有的菩萨道 都是以智慧的抉择做基础的 一定是以先智慧 才产生修行的动力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 只是约着我们的安乐道 安乐的功德 再看泄脱的功德 极乐的泄脱功德 我们简单的提出三点 第一个 随愿文法 极乐世界的听闻佛法是 随其志愿自然得吻 他不一定要到讲堂 像我们在说博世界 你在你家里面是听不到佛法 很多的吵杂声啊 电视声啊 你听法一定要来到讲堂的 在其他世界 你到这个山边 你一下上步 微风吹动 珠宝杭树 举宝罗网 出为妙音 譬如百千种 也同时记作 闻思音者 自然皆生 念佛 念法 念神之心 它是很自然的 你不一定到讲堂去的 第二个 记足五通 那么极乐世界 他的五通 当然最重要是神足通 就是 你能够依止神足啊 亲近十方诸佛 所有的善事 是以佛头最为严满 他能够知道 你的善根的厚薄 知道你烦恼的轻松 那么有方便力 来为你灭恶生善 成就善根 所以在极乐世界 所以偶尔大师说 其实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他说你往生极乐世界 就等同于往生十方世界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一个极乐世界 他说不对 你往生极乐世界 就等同于往生 药师佛的世界 要往生到 其他诸佛的世界 偶尔大师提出 这个理由就是约着神足无外 因为你神足通太厉害了嘛 你随时可以供养他方十方语佛 所以你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可没要求你 一定要带到极乐世界 你可以依止神足通 那么供养他方十方语佛 当然也等于是倾听十方诸佛 看第三个功德圆满 那么这个一生补处愿就是说 你到了极乐世界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就近必至一生补处 我这个人的个性不喜欢到处跑 我就一直在极乐世界待着 那会有什么结果呢 你待到最后可以做到等觉菩萨 然后再回入娑婆 跟你跟众生结言 结言差不多了 然后到你有缘的众生去视线 八相成道 这第一个 你可以就近必至一生补处 你不用再去其他地方参学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有些人他大悲心特别重 除其本宴是在所化 他到那个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勿无声 他那个大悲心 就驱动他 一定要回入娑婆 那么这个菩萨成就法身以后 回入娑婆 在极乐世界参学的菩萨 有什么好处呢 在四十八言说 这个人超出长轮诸地之行 现前修习普贤之等 这个从极乐世界出来的菩萨 是非同小可 成就普贤之等 普贤的功德是时空无尽的 他的神通变才 是没有时空障碍 你看我们所有的菩萨的功德 以普贤菩萨最为殊胜 十方独来有长子 其名好也普贤尊 所以你到其他世界 你即便你不想一直待着 你回入娑婆的时候 你能够成就普贤之等 神通变才 随心自在 没有时空的障碍 这个是我们要意念 净土的庄严 安乐的功德 却脱的功德 来启发我们往生的愿意 好我们回到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明了 经以此界 设恋佛人 归于净土 我们今天 往生净土 最大的诉求 就是成就不退转 善根不退转 初博世界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它是一个五着二四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大环境的染污 有应官大致说 我们现在在初博世界修行 像溺水 溺水的鱼 也说我今天 我没有做功课 我的善根没有进步 但是可以也没有造什么罪业 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 其实你是退步 因为你没有进步就退步嘛 因为你这个溺水的鱼啊 它大方向是在往后面走嘛 你看我溺水中的鱼 我今天不游 不游的结果就是往后退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你在初博世界很用功的修行 顶头保持原状 因为这个鱼 这个大环境是众人皆坠 你不可能一个人独行的 因为我们的心有所住嘛 你住在环境 它对你就产生干扰嘛 除非你就是完全无助 所以在这个经典上 活动讲出一个小故事说 他说有一个恶姨跟一个猴子 在一个树上有一个猴子 树下有一个恶姨 两个好朋友 这个恶姨他事情忙完以后 就跑到树下乘凉 跟猴子聊天 两个人一个日久以后 生一个很好的感情的朋友 后来这个恶姨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恶姨的太太心情梦梦不乐 她说你今天好像不太快乐 这个恶姨的太太说 是啊 我身体不太舒服 我现在的心情 我要想吃猴子的心脏 我要吃不到猴子的心脏 我这个说明可能不会救援 那么恶姨当然是内心的爱护她的太太吗 说我这样子 那我知道了 那么恶姨到第二天的时候 到树下乘凉的时候 他又跟猴子打招呼了 他跟猴子说 说哎呀 你不要老是待在这个地方 我知道在河的对岸 那个地方的水果又大又甜 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觅食的 猴子说是这样子吗 对啊 我经常过去那里我知道啊 他说你这是我的好朋友啊 告诉我这个消息 但是我怎么过去呢 我不会游泳啊 他说没关系 我载你过去 好 那你就载我一层吧 那么这个猴子就 这个恶姨就载着猴子啊 这个猴子就坐在恶姨的背上啊 就往河边游过去 游到中间的时候啊 这个恶姨就往下沉 猴子说哎 你这样往下沉 我会死掉的 我呼不到空气啊 他说对不起啊 我就是要你死掉了 因为没办法的 我太太要是你的心脏了 猴子当时很聪明 他说哦 这样子哦 你该不早讲 我的心脏过在 我的树上没有拿下来 恶姨说啊 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他说没关系啊 你再把我载回去 我拿给你就好了 那么恶姨就把他载回去 载回去以后啊 猴子跑上去就不下来 你这个人真坏啊 我们好朋友一场 你竟然陷害我 当然这故事说什么意思呢 你看身为恶姨 他也不是想要陷害朋友 身为猴子 他也不是有心要欺骗朋友 但是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就是五着恶事 因为我们人分之间 结了很多的善言 但是更多的是 结了很多的恶姨眼 那个姨眼的刺激 有时候我们造恶业 某种程度是外造环境使然 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 我们现在这个迷鸟的心啊 即便你现在是善根深厚 具足故事 持戒 忍入的善法 但是我要知道 我要提醒大家 你现在的内心世界 是你整个广大生命大海当中的 一小部分而已 可能是你最好的一部分 你今生是你的广大生命的最好的一部分 起现行 你看 你看我们今生的生命是在大海里面 咬一瓢水 搞不好是咬得最干净的那一瓢水 我们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烦恼 无量无边的烟尽 因在主在我们阿赖尔斯里面睡觉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的 求生进度的人就是说 不要高估你自己啊 不要被你一时的善业 那个表层的太平绅士的假象产生迷惑颠倒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经以此界色恋佛人归于进度 就是为了不退转 提供一个安乐的环境 一个清静泄脱的环境 好 我们看几三 解答言通方便 看经文 佛问言通我无选择 督色六根纪念相继 得三摩地 施为第一 好的 那么现在佛陀问我 言通的修学法门 对我来说 在梦法时代五卓二世 我没有其他更好的法门 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唯一的选择就是督色六根纪念相继 督色六根偏重于前面的理官 正念真如来破除我们的颠倒想 今天相继就在一念的无所得的心中 提起我们义佛念佛的功德 义念名号的功德 义念进度的庄严 然后来意识这句佛号三之良 那么依止信念行三之良 成就大乘的三妹 这个对我来说 对梦法时代来说 是最为殊胜第一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圣号是一个多元化的功德 它跟我们一般布施磁界不同 你布施就成就福报吗 磁界成就尊贵吗 忍入成就庄严 以一般的善法的功德是单一的 但是名号叫做万德鸿鸣 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功德 那你能够启动多大的功德 就看你自己准备了多少的资料 你的信心 你的愿力 你对名号的一个专注力 这个地方更重要是你的信念 有一分的信念 你就启动一分的他利门国地教 两分的信念 来近十分的信念 启动十分的他利门国地教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来异佛练佛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看力法门 向下文长 附再来日 回向 明天 ど下企辨 律师 就由你回向 给参法 之允 overwhel